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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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嗎 我們親愛的Colvin 團道跟Esther姐妹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能在我們當中 我們 我們感謝主 我今天早上寫給他 我說緊不緊張 他問我一個很好的問題 醫生就是醫生 他問我誰比較緊張 我說 我本來是小腳叉 你就一次而已 那 我說 那我還不知道 不過不要緊 我們12月有癢癢 對不對 不要再勒 那躲起來 OK 好 那 我感謝上帝有這樣大的恩典 可以在當中 與弟兄姊妹一起 分享今天的話語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是不是要先讀一下馬太福音 好不好 那就請各自用各自習慣的語言 你要什麼都可以 我們一起讀好不好 那 今天的經文蠻長的 一到馬太福音一到二十八節 等一下我再解釋為什麼我會用這個 這一段的經文 那我們一起預備行 有手機都用手機 有紙本都用紙本 要看螢幕的請看螢幕 我們開始 那時有法利塞人和文士 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 你的門徒為什麼犯古人的遺傳呢 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 耶穌回答說 你們為什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誡命呢 神說當孝敬父母 又說咒罵父母的 必支持他 你們到說 無論何人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做了奉獻 他就可以 共奉共獻父母 這就是你們借著遺傳 費了神的誡命 假冒為善的人啊 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 欲言是不錯的 他說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缺遠離我 他們將人的吩咐 當做道理教導人 所以拜我也是往來 耶穌就叫了眾人來 對於他們說 你們要聽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不能污秽人 當時門徒進來對他說 法利塞人聽見這話不符 你知道嗎 耶穌回答說 反栽種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 必要拔出來 任憑他吧 他們是瞎眼淋露的 若是瞎子淋瞎子 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 彼得對耶穌說 請將這比喻講給我們聽 說 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嗎 彼不知凡入口的是 運到肚子裡 又落在茅厕裡嗎 唯獨出口的人 是從心裡發出的 這才污秽人 因為從心裡發出的 有惡念 兇殺 奸淫 狗盒 偷盗 妄政 磅毒 這都是污秽人的 至於不洗手吃飯 那卻不污秽人 靜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繼續 因為今天的重點是 21到28節 我們繼續讀 耶穌 耶穌離開那裡 退到 推羅西頓的境內去 有一個 迦南婦人 從那地方出來 喊著說 主啊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 我女兒 被虎 付得甚苦 耶穌卻 一言不答 門徒 進前來 求她說 這婦人 在我們後頭喊叫 請打發她 走吧 耶穌說 我奉差遣 不過是到 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裡去 那婦人來拜她說 主啊 幫助我 她 回答說 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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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 夫人 你的心去 善悲 教你所要的 便會成全的法 從那時候 看別人 叫好味 耶穌說 你開那地方 來到 加利利的海邊 就上山坐下 有許多人 到她那裡 帶著茄子 蝦子 啞巴 有殘疾的 和好些別的病人 都放在她的腳前 她就治好了他們 感謝各位 剛才有沒有注意到 我有幾節沒有讀 留給大家讀 那等一下我會解釋為什麼 因為 好 那我們 那 今天 我想要分享的訊息是 大家題目都知道嘛 認識福 認識什麼 耶穌的福音之先的信心 那我特別寫 耶穌的福音 聖經的福音有幾種 聖經還有一個 福音有呢 天國的福音 那我在這裡特別用了 耶穌的福音 那 不過我今天先不解釋 因為 我覺得今天我們比較 專注的是關於耶穌 所以我特別用耶穌的福音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可能誤會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天國的福音 那 以後我們再解釋 那為什麼我會 選擇這個題目呢 因為我覺得 我想希望藉著今天的分享 我們可以審查我們自己的內心 因為很多時候弟兄姐妹們可能都覺得 自己對聖經非常的了解 你們都有讀經禱告 與主親近靈修 甚至你們覺得你們對福音認識到一個地步 你們可以去傳福音 那 我在想 我們所傳的福音 會不會有偏差 因為每個人的領受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那你可能覺得你的根基穩固 那你的聖經可能很多本 那你的手機也很多本 詩經書 解經書 研讀本 什麼都有 可是 我還是覺得 就算你有這麼多東西 可是 你讀這麼多 你聽這麼多 你學習這麼多 是不是代表 你就真的認識福音呢 這個問題 我是很想挑戰各位弟兄姐妹 那聖經告訴我們 在真言 一生的果效是從哪裡發出的 大家都會背 對不對 就證明大家都很熟聖經了 那 會不會你的心 看聖經的角度 決定了 你對聖經的認識 有沒有可能有這個問題 有 所以我們今天會使用兩本福音書 馬太福音跟馬可福音 馬太福音等一下就請東弟兄 我講到哪裡我就請他幫我 現在還沒有 為什麼會用馬太跟馬可福音呢 因為這兩本福音書 都同時記載了這個婦人的故事 還有法利賽人 然後一到二十節發生的事情 那不同的福音書 它有不同的細節 我們必須要完整的兩個都去看 因為有時候聖經是很有 上帝的聖靈 啟示我們的時候 聖經是有它的特點 它為什麼在這一本福音書這樣寫 在那一本福音書這樣寫 其實它是後面是有上帝的啟示的 那所以這一次我們兩本福音書都會看 那剛才只讀了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等一下就不會讀 那你們自己就翻到馬可福音第七章 你們隨便 等一下也會有一個表 我們A大姐妹幫我們做的 所以等一下你們也可以讀 可是如果你們覺得想要看一下 也可以翻到馬可福音第七章 那馬太福音跟馬可福音的分別在哪裡呢 馬太福音是寫給什麼人的 猶太人的 那在猶太人眼裡最重要的是什麼 猶太人眼裡 他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 家普 因為你是屬於誰的 這個很重要 雅各有十二個孩子 舊約的雅各 對不對 他的孩子有的是受咒詛的 有的是誰 我們知道有誰最記得的 剛剛講的嘛 有的 還有誰很出名的 彬雅明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位人 那你如果不小心跑到 流遍那裡去 大兒子 就比較麻煩了 那甚至他有 還受咒詛的有兩個弟兄 有點忘記名字 那所以 對他們來說 家普代表你的地位 所以馬太福音一開始 需要告訴我們 耶穌是誰 馬太福音是告訴我們 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還有他是誰的子孫 大衛的子孫 大衛的子孫 大衛的子孫很重要 大衛的子孫代表什麼 大衛是誰 大衛是君王 君王 那代表耶穌是誰 那馬可福音是寫給誰的 他是寫給當時在 羅馬帝國的 羅馬首都應該這樣講 羅馬城的信徒們 那有猶太人 也有非猶太人 就是當時的外邦人 那姓的主 我們就叫他非猶太人 所以他不單單是為了猶太人 所以家普在馬可福音 就沒有記載 那馬可福音重點是什麼 他是以什麼角度來看 來寫耶穌呢 是以耶穌是上帝中心的仆人 所以他專注的是一種福事 所以他的細節 在馬可福音跟馬太福音是不一樣 那我們還有路加約翰 那就請大家回去自己去研究了 那我為什麼會使用 馬太福音15章呢 因為剛開始 就是因為我們Calvin傳道的美好的事 我就 就必須靠著恩典來準備這個獎章 那我一開始覺得要講的是福音 那要講福音 從哪裡開始預備 新約 前四本書嘛 四福音書嘛 當然要先讀四福音嘛 不然等一下連福音耶穌是誰都 都搞錯了怎麼講這一段經文呢 那我就開始讀 很快 因為我也沒有很仔細 畢竟也讀了幾次以前 那我就開始讀馬太福音 那我讀到15章的時候 我卡住了 你們剛才有沒有卡住 你們讀馬太福音15章沒有問題 那你們上台講到 大家都懂了我可以下台了 真的嗎 讀到15章的時候 讀到第26節的時候 我卡住了 可以冒犯到26節嗎 馬太福音 第26節 看得到嗎 大家讀一下 不好拿兒女的餅 丟給狗吃 你們都沒有問題啊 好 那我幾次啊 沒有問題也好 因為我覺得 耶穌是有恩典和真理 而且我知道耶穌是嚴厲的 你們知道我常常分享都是 耶穌是很嚴厲的 那我都沒有講他沒有愛 我說他是嚴厲的 不代表他沒有恩典 我只是覺得 好像這一次嚴厲過頭了吧 我知道耶穌來是要 要完成律法 你知道嗎 耶穌來事實上是要完全律法 他要完全律法之後才能夠上十字架 他沒有完全律法 沒有守所有的律法 他是不能上十字架 你們大家明白這一點嗎 他如果犯了律法當中的任何一戒 還有其他加起來所有的戒命 他其實是不能夠上十字架的 就算他上十字架也沒有用 他不能為我們死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耶穌來是要成全律法 他不能夠減輕律法 我們是行不到 所以他替我們完成 律法不是不重要 律法是上帝的命令 可是我們行不到 所以耶穌來到 那耶穌在另外一面 有沒有恩典 有恩典 可是現在的 可是耶穌的恩典 現在有一點特別 就是好像到 我們看 但是自從啟蒙運動之後 所畫的畫像 耶穌都很 大家有沒有印象 耶穌怎麼樣 英俊美麗 好像今天的韓國韓星天團一樣 站出來你就不能不信他了 他要騙你 你也要給他騙這樣的感覺 對不對 好像香港很出名的嘛 香港最出名的就是 Mirror 對不對 有一個胖胖的 我忘了叫什麼 大家知道 其中是一個最胖的 可是又最好看的 就是這樣的啦 你看到他你就相信他了 那 所以我在想 耶穌如果真的 不是這麼苛刻 那 我是不是要幫耶穌解釋一下 這段經文 幫他圓一下 耶穌沒有這個意思 耶穌沒有這樣的 他就是 他就很有愛心 這個經文超錯的 那個不是狗 我告訴你 不能嘛 對不對 因為聖經的話是不能錯的嘛 然後 還是我應該說 這隻狗不是那種狗 我就是要幫耶穌解釋嘛 不然你們怎麼辦呢 你們就很困難嘛 那以後如果有人挑戰 耶穌為什麼沒有愛心 拿這段經文考你們 你們怎麼回答 我真的請問 大家怎麼回答 耶穌沒有愛心呢 人家女兒被鬼附 你還罵她是狗 大家怎麼辦 我請問一下大家 兜得回來嗎 可是歸正信仰的特別就是在這裡 我們不要幫上帝解釋 不應該解釋的 當上帝說有地獄 就有地獄 不要解釋地獄有18層 你不一定下到最下面那一層 那個不是基督教 那個是其他的宗教 好不好 聖經歸正信仰的精神就是 我們去研究 去思考 到底耶穌為什麼說那句話 耶穌的意思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接受 耶穌如果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就要明白 我們不要誤解聖經 也不要過分地解讀聖經 更不要美化聖經 這個是我發覺今天我們都有的這個問題 那我就去找一些歸正的講到思經來聽 聽到最後感謝上帝的恩典 我覺得我應該有完整的認識 不是說那一種完整 而是對整個經文是正確的認識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請各位讀1到30節 因為如果你沒有從1讀到30節 這個故事26節 你會把它當成一個分開的故事 你不明白前後發生 你沒有背景 那很危險的就是 讀聖經沒有背景的時候 你就會斷章取義 隨便拿幾節經文出來解釋 那你就完蛋了 這也就是許多中派的問題 今天例如大家懂得成功神學靈恩派 甚至異端都是這樣的問題 哪一節經文放大這段經文 沒有全本的聖經 有一位牧師說過 你需要一把鑰匙 而這一把鑰匙能夠讓你明白 每一節的聖經經文 而這樣子你才能夠去解釋經文 你不是拿一把鑰匙 只去看一節經文 之後從這節經文就把它放大 你是要理解整個經文 整個聖經 從舊約到新約 地圖也看一下 然後把它全部理解 對不對 地圖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就會知道地圖在這裡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 我希望今天的講道可以幫助我們 重新思考我們對耶穌的認識 讓我們真的看見耶穌 讓我們一起再做一個禱告好不好 預備我們的心 我們在天上的父母 我們來到您的面前 求您的聖靈再一次高抹我的口 幫助我們每一個人明白您的話語 讓我們來到您的面前是謙卑是安靜的 不要在這個時候被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煩惱 所影響 專心的聽您的話 就要像 你對瑪利亞說的 他的福分 是遠遠超過其他的人 我們將禱告是奉我救主耶穌基督 得勝的尊名求的阿門 剛才解釋了馬太福音15章和馬可福音第7章 都有同時記載這個故事 那在聖經裡面有提到 如果你需要見證人 要幾位 兩位以上 那為什麼聖經要用四本福音書呢 兩本就夠了嘛 因為上帝就是要告訴我們 四超過二是多了一倍 四本福音書就是加倍的證明 耶穌在世上的日子 是如何過在日子的生活 而且這個是要證明 耶穌的確是上帝的兒子 是我們的救主 那如果你看四本福音書 有一個名稱 四本福音書叫什麼 神學有一個名稱 它叫對觀福音 什麼意思叫對觀 就是你互相看的時候 你互相四本觀察的時候 你產生的作用效用 不是一加一一樣 你是一個立體的 大家明白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大家弟兄姊妹 現在我們有讀新的計畫 你真的讀完四本福音書之後 你會對耶穌的認識 不只是片面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這個電影的名稱提出來 因為大家常常是不應該記得的都會記得 那就是奇蹟香港片 誰演的 成龍跟美艷芳 大家都沒有看戲很好 那當中它有個鏡頭 它是從 奧古斯丁信 它是從一幕 就是從一個鏡 它在一幕 我看了我忘記在那裡看 應該是從一邊移到另外一邊 它是很緩慢的 就是他們去到一個村落裡 很奇怪跟今天的主題很接近 去到一個村落裡 然後它是從遠慢慢看近 之後到一個富人的家中 那之後聚焦在這一點 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用這樣的角度 讓弟兄姊妹看到整個故事 那你知道的 你就會慢慢從第一節開始慢慢聚焦 到最後耶穌26節這樣的談話 好嗎 那是 《馬太福音》第15章第一節 一開始 由法利塞人和文士 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 請各位記得 當法利塞人和文士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不是好事 他們只是會找麻煩的 他們來見耶穌不是好事 而且他們從哪裡來 從耶路撒冷 等一下我告訴你們 耶穌那時候在什麼位置 他們很勤勞的 做壞事的人都很勤勞的 請各位注意 法利塞人跟文士在一起 那我聖經為什麼特別講 法利塞人和文士 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法利塞人是宗教性的猶太人 他們是屬於宗教組織的 他們的目的是要恢復當時的大衛王朝 所以他們反對羅馬的統治 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在政治地位上得到一定的利益 所以耶穌常常講他們 喜歡的是人的尊敬 還有他們社會上的地位 那文士呢 文士就像今天的神學家 他們注重的是解經 那他們跟祭司是不一樣的 祭司專注的是禮儀上的侍奉 就是說 剛才好像奧古斯丁 弟兄他是來主持的 那我今天就講得到 可是他們是比較注重在行禮方面 就好像獻祭啦 或者是就是在教會裡面 我們看到在猶太殿堂裡面 所有一切的活動啊 就是他們幾乎所做的 那文士主要是要解釋聖經 可是他們解釋聖經還不夠 他們還要創立 可是他不能創立經文嘛 因為創立經文是大罪 所以他們就製造傳統 讓你們去跟隨傳統 那他們讓傳統跟聖經經文 就是就約的律法的地位 甚至超越了他 那等一下我們就看到為什麼 那這些文士有一點像 極端的神學家 我特別重複 極端的神學家 吹毛求刺 不但看原文 還要看不懂什麼文 可能要去找那個 那些草皮啦 石海古捲那種爛調的來看 那種才能夠知道 那這裡顯示出一樣 法利賽人跟文士們 為什麼會成為這樣的人 因為他們有特權有地位 當人有特權有地位的時候 他們就會抓住這個特權 他們就會敗壞 這就是人 而他們不但將這個特權用到 而他們最喜歡的就是 把這個特權套在別人身上 成為別人的枷鎖 他們怎麼樣做 他們變成了律法的代言人 不能解釋律法 記得改教運動嗎 改教運動也是同樣的背景嘛 當時的天主教壟斷了 不但是解釋聖經 你連看聖經的權利都沒有 看聖經是犯法的 犯罪 他們只有在教堂裡面 天主教堂裡面 才能夠 你不能隨便 所以當就是我們會知道 有訓道主就是為了翻譯聖經嘛 那我在用一個非常世俗的例子來解釋 什麼是法利賽人跟文士 就是今天的分子料理 有沒有人聽過分子料理 很世俗大家都在笑 不要過度解讀這個 分子料理是什麼 就是用非常特別的方法 時間金錢去煮一道菜 或者多道菜 這道菜端到你面前的時候 雞你吃不出來是雞肉 魚你認不出來 好像有人吃過了 菜你不知道是什麼 有點像如果你太太不會煮菜的時候 可是這是很貴的料理對不對 表面上他說他是本質嘛 名字是什麼 分子料理 已經是到分子了 大家有學過化學都知道嗎 已經這麼小了 好像是追求本質 可是你去吃這一段飯的時候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打卡 你要放上網 你要PO出來 讓每個人看到 你在做什麼 所以吃這一段飯很辛苦的 你吃飯之前要拍照 要打扮 像今天一樣 然後你邊吃邊拍照 還要告訴別人 這道菜有什麼特別 那法利塞人就像誰 這些去吃飯的客人 那廚師像誰 廚師就像文士 所以他們的角色可以互換 當然可以啦 文士跟法利塞人 他們可以同時互換 法利塞人可以也是文士 文士也可以同時是法利塞人 這個不要走 那這個例子就記得就好了 不要過度解讀 OK 那我們回到第15章第一節 請大家看一下 你的門徒為什麼犯古人的遺傳呢 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 洗手重不重要 今天大家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剛過了疫情嘛對不對 誰敢不洗手 對不對 之前在疫情的時候 回家有沒有標準動作 全身消毒 對不對 甚至有消毒機 對不對 全身噴火機 香港叫火酒 台灣叫酒精 搞到整個家裡燒起來 對不對 那你要做什麼 你要洗澡 還要洗衣服 對不對 還要做什麼 還要驗一下有沒有得到啊 對不對 可是當初的 我們今天是為了什麼 為了保命 當初的猶太人 不是這個 他們是為了怕犯不潔淨的罪 因為不潔淨是很重要的 對他們來講 不潔淨不能做很多事情 不能夠出門 不能夠交談 要留在家裡 甚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幾天 所以他們很害怕是 如果從外面回來洗手不乾淨 而你把這些不潔淨吃進去 你就很麻煩了 吃進去怎麼出來 那時候我不知道舅舅有沒有講 吃進去怎麼出來 對不對 所以耶穌要告訴他們的是什麼呢 你們這麼擔心 好像怕外面的不潔淨 帶到裡面 可是你們都是雙重標準 耶穌講為什麼 第四節 神說當孝敬父母 又說咒罵父母的 必制止他 可是法利塞人怎麼解釋 大家看嘛 無論何人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做了供奉第六節 麻煩一下 他就可以怎麼樣 不孝敬父母 這什麼意思 這是你們的遺傳 遺傳是什麼 你今天來教會奉獻了 你回家就可以不聽父母的話 孩子們不可以這樣做 我沒有教你們 我說這是錯誤的 耶穌是責備他們 所以這些法利塞人 文是做什麼 他們高舉律法 他們亂解釋 而且還不夠 他們在家遺傳 因為你不能放在律法上面 這是犯罪 我剛才講的 所以他們 這些最明白律法的人 反而是最抵擋律法的人 看到了沒有 今天我們基督徒也要小心 我們有的時候 也會矫枉過正 我們覺得我們高舉恩典 但是我們錯誤的引用恩典 帶人進到滅亡之地 請大家要記得 無論偏向哪一邊 都是危險的 那我們現在直接 略過 我們就 直接跳到第十二節 請董弟兄 十二節 當時門徒前進來對他說 法利塞人聽見這話 不服 你知道嗎 不服 你看 聖經的翻譯的確 真的是很好 我跟你們說 這個只有中文才這樣翻 我看英文也沒有這樣翻 因為我很想知道 不服的英文怎麼翻 我就去看一下 我只有在中文看到 不服 原文做什麼 跌倒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門徒們進來對耶穌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們這些法利塞人太過分了 沒有啊 那他應該在外面跟他們吵啊 他為什麼要進來問耶穌呢 因為他們心裡也是不服 門徒們那個時候對耶穌的身份不是真的了解 之後你們再去看 今天你們讀經 教會讀經已經讀完了 今天是馬可福音第一章 所以耶穌上十字架了嘛 耶穌上十字架之前 他們明白耶穌為什麼要上十字架嗎 還是不明白嘛 對不對 如果明白 明白就不會叫耶穌不要去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還記不記得這些門徒們 他們以前常常做了一些事 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約翰做什麼事 非常好 降火吧耶穌 燒死這些人 現在有人跟你不服 你來告訴耶穌 當然不是啦 你在外面就跟他打起來了嘛 還會耶穌你想想看 今天Calvin講到我們挑戰 我會進來告訴Calvin Calvin你講到不對嗎 一定是我有問題嘛 我直接就在外面跟他變了嘛 顯而易然 這些門徒們心裡也不服 因為他們覺得法利塞人怎麼會錯 所以他 那你說為什麼我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到第十五節你就看到了 耶穌你在十三十字節跟他解釋 彼得對耶穌說 請將這比喻講給我們聽 懂嗎 彼得還是不了解 就是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彼得不了解 其他人應該也是不了解 不過我不確定啦 因為在那個時候 門徒們真的不明白 耶穌所要對付的是什麼 他們一直以為 耶穌是米塞亞軍王 是為了要推翻羅馬政權 重建猶大王朝 或者大衛帝國 他們對耶穌的認識 只有政治上的地位 他們沒有想到 在耶穌的心裡 對付你自己 是比重建這個世界上 大衛的王朝更重要 那時候他們是不明白的 他們覺得內心的罪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他們可以用行為去彌補 去遮蓋 不過我們必須要同情這些 當初的門徒們 他們不理解 其實今天如果我們不是有上帝的恩典 我們也是不理解的 所以當我們去批評別人的時候 我們也很容易掉入自意的情況當中 這就是我們不明白福音 不明白恩典 那耶穌解釋完了 在耶穌做什麼 麻煩幫我跳到第24、25那一章 好嗎 對 耶穌做什麼 耶穌離開那裡 退到奎羅西頓的境內去 對不對 耶穌解釋完了 教導完了 耶穌沒有去睡覺 耶穌沒有向我等一下就放假了 耶穌去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他去到奎羅西頓的境內 那我們要解釋 剛才我們一到二十節 大家都看到這個故事的背景了沒有 耶穌跟法利塞人在爭辯 或者應該講法利塞人跟文士 跟耶穌爭辯 然後挑戰耶穌 那我們慢慢把他移到 現在耶穌退到一個地方 叫奎羅西頓的境內去 所以我們的鏡頭再移一下 現在大家從外面移到裡面去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二十一節到二十八節 或者二十六節 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在這裡 與這位富人的對話 如果你不仔細明白 你只是從字面上來看 你會覺得耶穌很殘忍 你會覺得耶穌那個時候 不太一樣 可是當我們一節一節去看的時候 你就明白 可能很多事情 不是像我們表面上所理解的 在這裡用耶穌退到 退羅西頓的境內去 退是什麼意思 他不是講就走去那個地方 退就是他不願意待在他現在的地方 他要退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好像退朝 皇帝辦完事就退朝就下走 那推羅西頓在哪裡 他很遠耶 七八十公里耶 耶穌現在在的地方叫什麼 格尼沙勒在第十四章有寫到 那這裡沒有寫到 不要寫 格尼沙勒在加利利湖這裡 所以 退羅西頓在上面 那個時候是兩千年前 沒有汽車 是要走的 而且是山路 應該有八十公里 我 因為查了一下地圖 而且我看了一下 聽了一些道 證券應該有 而且那時候是山路 七八十公里 耶穌特別走到那裡 那那個地方就是今天的 黎巴嫩 敘利亞的地方 所以他是在北部 那問一下大家 耶路撒冷在哪裡 剛才我講 這些文士們很勤勞 耶穌在 格尼沙勒這個地方 退羅西頓在上面 耶路撒冷在哪裡 所以我想地圖很重要 剛才我講了 也要看地圖 左下方 一百五十多公里 他們為了挑戰耶穌 走了一百多公里 不勤勞嗎 而且最好笑的是 十六章大家回去再看一下 那耶穌來這裡 有人說他是為了休息 我覺得 不能講他不是為了休息 可是休息 他知道 他來到這裡的主要目的 不是休息 休息只是因為他來到這個地方 而會有這個婦人 不然他去別的地方就好了 休息不一定要選這個地方 他為什麼要選那個 有那個婦人在的地方 他可以去右邊 他可以去東邊 去西邊 因為在這裡 耶穌要行一個神蹟 所以大家 聽歸正信仰的道德要注意到 預定論是很重要的 你得救跟你沒有任何的關係 我再一次強調 你沒有行為可以得救 如果耶穌在三十分鐘前讓你離開這個世界 你可能就聽不到這片道 而你可能如果不認識耶穌 就不得救 不是代表這片道會讓你得救 而是所有的時間都是在上帝的手裡 如果你們今天來這裡說不好意思 撞車了 是有車禍 你能夠肯定那個時候你是上天堂下地獄嗎 有些人是 有些人你真的肯定嗎 所以 預定論不是要講關於上帝的獨裁 它是要告訴你 你的恩典是在上帝的手裡 你要把它正確的解釋預定論 預定論不是告訴你 上帝是殘忍的 預定論是告訴你 沒有預定論你就滅亡了 請大家搞清楚 所以不要隨便的反對預定論 這是很重要的 那 耶穌進了一家 請幫我放到那個 Ada姐妹做的那個 就是那個圖表 就是第22頁 非常好 謝謝 大家看得到嗎 很清楚嗎 我把馬太福音跟馬可福音放在一起 這樣大家就知道 剛才我一直很強調 因為其他的不是那麼重要 這兩處是最重要的 馬太福音21到28節 跟馬可福音的24到30節 是今天講到的重心 這裡說到什麼 耶穌進了一家 不願意 人知道 卻隱藏不住 聖經的每一個字 大家讀的時候要看到 為什麼隱藏不住 因為耶穌是什麼 耶穌是光嘛 光燃到世上 黑暗是無法抵擋他的 我們可以拒絕耶穌 可是我們不能抵擋 我們可以抵擋 可是我們不能不承認 耶穌是光 那我在這裡想說的就是 耶穌是有計畫的 他不會隨便 就像我剛才說 他每到一個地方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只要聖經記載的 都是耶穌有計畫去行的 他不是憑自己的心意 就算他是憑自己的心意 那也是全能的上帝 全知的上帝 在他自己的權柄下 所做的決定 不像我們今天所做的決定 我們今天行事是妄為 我們是隨己意行事 我們是不在乎其他人 我們是沒有計畫 有人聽到這句話很喜歡 這是我的太太 這是我的太太 而且耶穌是不喜歡 神要的主 他不是像有一些 今天很出名的牧師們 有一些某一些中派 他很怕你不知道他在服侍 他也很怕你不知道 有多少人聽他的道 而且他更怕你不奉獻 耶穌不是這個樣子 他不要忍知道 那耶穌為什麼不要忍知道在這裡 因為他知道有一個婦人要來跟他講 他的小女兒有污鬼上身的 而等一下我會解釋 這個污鬼不是一般的污鬼 所以耶穌不要在大庭廣眾 因為我等一下你們可以看到 他是有一個 你在二十一節就 二十二節就讀到 他是有一個路程的 他們跟著耶穌 這個婦人跟著耶穌 和耶穌在家裡 才有這一段的對話 耶穌是有愛心的 他不會當眾羞辱人 當然你可以說 那個犯監獄的婦人請記得 那不是耶穌故意在那個地方 是那些人把他帶到耶穌面前 這是不一樣的 有的時候讀經不要亂解經 那為什麼耶穌要到這個地方呢 因為耶穌要在他身上行一個神蹟 每一件耶穌所做的事情都有一個目的 記得撒瑪利亞的婦人嗎 撒瑪利亞的婦人也是耶穌特別去到那個井 而且請這個婦人打水給他 他可不可以叫他的門徒們去買水 叫他的門徒們打水 他故意等到中午下午的時候 為什麼等到中午下午 大家都知道 打水是應該幾點 早上嘛 五點六點對不對 尤其你們在香港 我們在香港比較難 如果你在東南亞國家 或者以前我在有一些國家 四點就天亮了 你當然四點五點打水 因為你回來要做早餐 要預備整天 那時候是 那時候不是像今天下面7-11 旁邊 或者你現在更容易 你打電話就有到你的門口了 對不對 不是替他們做廣告 那那個時候不能夠 因為大家覺得我跟上帝比較親近 我們有特別的關係 我甚至於在影片看 我沒有進去聽那個人道 我不懂是怎麼樣 他的題目很吸引我 我跟上帝有特別的通道 要小心 通常要特別用到就是異端的開始 這一位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看到題目 我不敢講他 我真的沒有他的意思 因為我沒有看 可是我說歷史上 許多時候異端出來就是 跟上帝有特別的交通 所以當人家告訴你 我跟上帝關係很親密 你要特別小心 你要問他 親密到什麼地步 怎麼樣的親密 你真的要小心 不知道 可以回來把問題丟給 丟給Calvin傳道 那這位婦人值不值得耶穌幫他 我想請問一下 剛才大家讀過了 我們再複習一下好不好 這個婦人是哪裡來的 她是什麼人 有一個佳南婦人 先從馬太福音 那馬可福音講什麼 她有幾個身份 馬太福音講的 她是佳南婦人 馬可福音告訴我她是什麼人 希臘人 屬什麼 這個很難讀 叙利匪尼基族 真的很難讀 那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 迦南人 大家記得迦南這個地方嗎 有迦南人嗎 我先請問 迦南七族不是被滅掉了嗎 怎麼還有迦南人 怎麼還有迦南人 迦南人哪裡來的 對沒有滅光 為什麼沒有滅光 耶穌的命令是要滅光啊 以色列人很有愛心 不要滅他們 因為以色列人不聽話嘛 耶穌你上帝叫我滅光 沒有看到就不滅了嘛 誰叫他要跑去那裡 這個叫做不遵行律法 他們高舉律法 可是他們磚洞子 我們不是一直在講這件事情嗎 反而他們把對他們有利的遺傳 高舉他們 對他們沒有利的律法 把它做什麼 用其他解釋 上有政策 下有什麼 對策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請記得 全世界都是一樣 你在家裡也是 老婆請你洗彎 洗得多你會買洗衣機 洗碗機 洗得少就買年洗 對不對 大家都有對策嘛 大家很有經驗啊 那這位婦人 聖徒們都笑不出來 那他是 那 蓄尼菲利基 是什麼意思 蓄尼菲 其實是菲利基 住在蓄利亞的菲利基人 就這麼簡單 蓄利亞剛才講 就是今天的尼巴內 那 這位婦人的身份好不好 地位好不好 高不高 我跟你們解釋 他不但是低 而且低到一個地步 我只能夠用一個 印度 教裡面有種性自助 大家都懂嗎 最低賤的那個制度 已經低賤到一個地步 他是這個最低賤裡面的最低賤 你就懂多低賤了 已經無法超越我們的想像了 不過網上的確有一些 他們最低賤所做的工作 真的是很可憐 而這些最低賤的人 裡面的最低賤 你完全無法想像 為什麼我敢這樣說呢 第一 他是上帝要滅亡的民族 迦南人 本來不應該存留的 還在 夠不夠 上帝都要滅掉他們了 連上帝都不施恩的民族 為什麼 因為他們敗偶像 還有呢 道德敗壞 犯了各樣的罪 奸淫的罪 性方面的罪 所以他們是受咒诅的 那第二個他是什麼 希臘人 希臘人受不受 希臘人最出名的是什麼 大家都沒有看電影 希臘神話嘛 我們今天所看的那些電影 Iron Man 鋼鐵人 蜘蛛俠 後面都是希臘神話的故事啊 雷神 都是啊 你以為這些故事哪來來 這些都是北歐神話 北歐神話是哪來來的 希臘神話 宙斯是哪來來的 希臘神話嘛 呂超人哪來來的 希臘神話嘛 你說這是不是偶像崇拜 拜偶像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位婦人 那為什麼講她是希臘人 她這一所指的 她不是正統的希臘人 而是今天我講我是香港人 是因為我有香港的身份證 可是我是中國人 那我是台灣出生的 可是我可不可以講我是香港人 可以嗎 你們都可以嗎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他是受希臘文化影響的一位 迦南富人 先這樣解釋 那希臘文化裡面代表什麼 他知道希臘的神 而希臘的神裡面有一位 也是趕鬼 醫病的神 那他有沒有可能去找過這個神 有可能 對 不知道而已 因為聖經沒有告訴我們 那可是他 可是重點是他知不知道有這個神 一定知道 因為在推羅西頓這個地方等一下我會解釋 他既然講是希臘人 這個地方一定有希臘文化嘛 就像香港人去外國一定找得到什麼面 穩吞明嘛 對不對 你不可能找不到了嘛 就這麼簡單而已嘛 一定有這個文化嘛 那但是 所以他一定有這個 那他有沒有求助過 不知道 有的解釋書 有的牧師講 有的講沒有 我不知道 這個不是重點 我們也不需要去爭辯 除非你要做文事 你就去考察啦 那 斐尼基族人 是什麼 就是斐尼基人啊 他們是富有的民族 因為我剛才講的 推羅跟希頓是在左上角 左上角其實是靠海的 所以他們是航海的民族 航海一定是什麼 有錢嘛 富有的民族嘛 對不對 那富有他要做什麼 富有當時候是做什麼 沒有飛機之前 他是等於我們今天做生意嘛 你到處交通 像誰 鄭和下西洋嘛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他們一定會把 外國的異教文化帶回來嘛 所以他們會有什麼 不同文化的偶像崇拜 明白嗎 是不是 這個富人 屬於 應當被滅絕的 迦南人 受了希臘神話的影響 再加上 異教崇拜 本來就有了 還加上貪財喔 可能 因為他富有的民族嘛 那怎麼辦 夠不夠低 在猶太人眼裡 不是說猶太人不貪財 或者什麼 只是表面上沒有而已 一定 這很低的 再加上 致命傷在哪裡 大家有沒有想到 三個還不夠 再加上一個 他是富人啊 有沒有想到富人啊 不是今天耶 男女平等耶 連在猶太人的 富人 2000年前 猶太婦女都不受尊敬啊 何況 外邦人的 這個女的夠不夠 悲賤 悲賤到一個地步了 那 推羅西頓又是怎麼樣的地方 是不是好地方 耶穌要去的這個地方 大家記得有個很 經文 耶穌講的 推羅西頓是怎麼樣 馬太福音11章22節 真的沒有放出來 哥拉遜啊 你有禍了 博賽大 你有禍了 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 若行在推羅西頓 他們早已 披麻 蒙灰悔改 大家有讀過嗎 這個地方 連上帝都拿來跟他做比較 就是爛到一個地步 可是上帝講 雖然這麼爛 你比他更慘 所以是夠不夠 有點像剛才的迦南竹嗎 但我告訴你們 耶穌說的 當審判的日子 推羅西頓所受的 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剛才 這是馬太福音第幾節 第幾章 剛才我們現在推羅西頓 馬太福音第15章 耶穌剛才這句話 是在第11章說的 你看到沒有 耶穌11章說的 我們一定會想 那推羅西頓為什麼受審判會輕呢 會比較輕呢 因為第15章的時候 發生了 法利塞人和文士們挑戰耶穌 而耶穌就來到推羅西頓這個地方 而在這個地方行了一個神蹟 而這個婦人得到這個神蹟之後 這個地方的人 就有人悔改信主了 所以在審判的日子 他們就得赦免 明白嗎 耶穌的每一段話 每一個經文 聖經的排序 都是無誤的 不明白 是我們不明白 有些地方 我不能夠強解 可是 我相信 是有他的意思 還沒有明白 可是聖經 是真理 是無誤的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有這種想法 不然你就會 常常 好像剛才講 誤解聖經 那最後 我剛才講的鏡頭 跟那個C 鏡頭現在就到了這個房子裡了 這個房子裡面就是開始對話了 我想請問一下 這位婦人去求耶穌 到這個房子裡面 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家想一下 輕鬆嗎 我剛才已經講了 他的條件 這樣 他可能怕進去會被丟石頭耶 你不要以為現在 那是2000年前耶 殺人不是一件難做的事情耶 而且他是 不捷徑的 進到門徒們當中 你覺得門徒們很開心嗎 可是母親 在這裡為什麼會選擇一位婦人 因為當母親愛孩子的時候 她願意為孩子犧牲 不論是怎麼樣 她都不會放棄 所以這位婦人的信心 為什麼可以這樣的打 因為她 不但她有這個信心 也是因為她對孩子的愛 那她一開始 第一句話是對耶穌說什麼 馬太福音跟馬可福音的記輯有一點不一樣 她第一句話是 其實22節馬太福音 她是在路上 她是跟著耶穌和她的門徒們說 她喊的是什麼 大家喊得這麼小 大衛的子孫 大衛的子孫 好不好 她就是要告訴耶穌 我認識你 你是大衛的子孫 剛才我講的 她在那個地方 有沒有可能認識耶穌 特洛西頓不是很近耶 2000年前耶 你們今天從這裡到九龍 Dexy都不想過海咧 對不對 何況2000年前 大家有這麼容易嗎 那她認不認識耶穌 她怎麼認識的 答案是 有幾個解釋 有的是說她跟著 當門徒們進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門徒們 因為十幾個人嘛 就一定造成一定的轟動嘛 他們可能講 這一位耶穌不是普通的耶穌 我們也不是普通人 懂嗎 她要 因為她行神蹟 我們也有行神蹟 對啊 門徒們也有行過神蹟 也有趕過鬼 也有過病 可能有的時候高舉自己的時候 大家就懂 那也有可能是什麼 這位婦人 從其他地方 就已經聽過耶穌 那約翰加爾文 他有解釋 他說 因著舊約的一些先知們 可能這些 在這個地方的人 也曾經聽過 關於大衛的子孫的這個記載 所以都有可能 那我們這個 我們就不要絕對話這個東西 這個婦人 只是大聲地喊叫 她想盡辦法 她喊到一個地步 到誰受不了了 耶穌沒有受不了 門徒們受不了了 門徒們怎麼做 他們前來求她說 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 請打發她走吧 壞事不要自己做 交給耶穌 你就叫她走嘛 你為什麼耶穌 耶穌怎麼樣 因為耶穌不講話嘛 他們就等了 可能等很久 耶穌啊 你在做什麼呢 我們很累了咧 走了幾十公里又是山路 你就叫她走嘛 反正她的地位都不值得幫忙 你不需要理她 你就打發她走 真的是很好的翻譯 就是趕她出去吧 趕她走吧 對不對 就是字面上就這樣解釋嘛 對不對 可是這些門徒們 大家覺得他們有沒有愛心 有沒有同情心 沒有嘛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 我女兒被鬼附的 甚苦 其實就是這句話 這些門徒馬上沒有愛心了 有人來告訴我們 我家有鬼 幫我趕鬼 今天不要找靠本傳道 明天可以找她 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們不要碰 這個鬼是什麼特別 然後 約翰邁克阿瑟 揪美阿特牧師 他講這個鬼 可能 他沒有講可能 他講 應該是一種跟 淫亂的罪有關的鬼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這些 就是說這種鬼 就是可能是 不但只是污鬼 所以正經講污鬼 就是比較不接近的 非常不是比較 就是 不同於其他的鬼 這個真的是污鬼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 特別的地方 那所以門徒們 已經知道了 他們當然 你不要進來 耶穌又來送他走 他們沒有想到 這個婦人 需要的幫助 他們只想到 不要牵涉到我 這是我們的最重要 那我們自己是不是也這樣子 我們在這邊聽了福音 聽了講道 下午我們出去 看到得罪我們的人 我們有沒有愛心 我們也會說 主赦免你 或者我們說什麼 你等著 不是不報 聖經不是這樣講的 聖經講 當報的 有人先報 有人在審判日 反正我們都會報 我是想說我們其實跟門徒們 是一樣的 我們其實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不要只想到門徒們 你們不要一直去 我們不要一直去 批判那些門徒 我們是看到他們 回想我們自己 其實這也是今天 講到的一個重點 耶穌不說話之後 耶穌說話了 等到門徒們來吵 耶穌說話了 耶穌對誰說 耶穌說這個是對誰 大家都很正確 我第一次讀的時候 我以為耶穌是對那個婦人說 耶穌是對門徒說的 耶穌說 你講的 對啊 我奉差遣是到哪裡 以色列加迷斯的羊那裡去 誰是以色列加迷斯的羊 就是你們嘛 婦人在這裡 耶穌在中 我不能放這裡 耶穌在這裡 婦人在那邊 門徒在旁邊 婦人有沒有聽到 有 耶穌跟他們在一起 同出一口氣 我是要到你們這裡來的 你想這個婦人當初心裡會怎麼想 今天的比喻 你去看醫生 唯一一個醫生能夠救你的孩子 不要講救你啦 救你的孩子 醫生說我不幫他 我不醫治他 你問他為什麼 是醫藥費嗎 不是 是救不了 不是 是 是 因為你沒有時間 不是 因為你出身地不對 你沒有香港身分證 你會怎麼想 你會講 是的 我去辦一張 七年後再來 不是嘛 你可能打他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會不會覺得憤怒 你會不會開心 你會不會傷心 可是你不會 你會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你沒有路了 我再解釋一下 這是烏鬼 不是病 烏鬼 是很明顯的 你不能夠容忍的 生病 有的時候 你還有藥 你還可以把他放在醫院 你可以不理他 烏鬼不是 烏鬼是會 會發作的 他會有能力的 他可能把你的家拆掉 他可能半夜變身 對不對 動不動就變出來嚇你 對不對 你想想看 那你怕不怕 你當然怕嘛 對不對 可是我不是講這個婦人是怕 我是說這個婦人 他愛他的孩子 所以他不會 對這句話 產生什麼樣的 對他有任何的傷痛 那耶穌說的話對不對 我想請問 耶穌是對的 耶穌所行的神蹟 除了兩個外邦人 大部分 大部分 耶穌在哪裡受死埋葬 定十字架 以色列地 耶穌在哪裡出生 以色列地 耶穌是什麼人 猶太人 以色列人嘛 還要講什麼 耶穌所做的 的確是在猶太 因為這是上帝 跟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這是一個約 因為亞伯拉罕願意 獻上他自己的孩子 所以上帝與他立約 所以這是一個立約在後面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耶穌的回答並沒有錯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奇怪 你就把他趕走就好了嗎 耶穌 你為什麼要傷害他呢 對不對 你就算要傷害他 你也 先出去我在後面 我們罵人都在門後面罵的嘛 哪裡有人要在 對不對 你要罵人也是 請你先離開 關上門來 剛才那個人 大家有開會都知道嗎 對不對 有上班都知道 那 在這裡我們會看到耶穌 好像跟我們認識的不一樣 如果我們常常讀聖經 就算你不常常讀聖經 我們今天許多 看的經文 像今天的兩首詩歌 或者怎麼樣都好 我們常常看到耶穌是有沒有愛 有充滿愛 上個星期 Coffman傳道 兩個星期講的主題是什麼 愛是什麼 最大的嘛 信望愛 最大的是什麼 愛 對不對 所以愛 最 講愛是最大的那一位來到這裡 不展現出愛 我們會不會精神分裂 這就是我說嘛 剛才如果你讀經 我們一起讀的時候 你覺得沒有問題 那 那你就再讀一次吧 對不對 是不是 他耶穌在這裡 不但 沒有對婦人 在字面上來說 沒有恩典 還落井下石 跟門徒們一起 就是這個婦人 你看 還不知道我是猶太人 還要我的幫忙 你會怎麼想 你要先把這個婦人的心情想清楚 你才能夠看到這個婦人的信心 你要想她的多麼難過 婦人 婦人怎麼回應 婦人來拜她 說 主啊 幫助我 婦人來拜她了 其實在馬可福音一開始講 拜 那我剛才講 太福音跟馬可福音是有不同的 在馬可福音就講 俯伏在她腳前 我們就明白 拜 怎麼樣拜 俯伏在她腳前 大家有沒有這樣拜過 五體投地 懂嗎 就是這樣子 他說什麼 主啊 幫助我 你說他這個怎麼講 拿把刀出來 主啊幫助我 還是威脅的話 沒有 他說主啊幫助我 我們有沒有想到 我們現在常常跟上帝禱告的時候 我們開始禱告的時候 很重要的事情 你會跪下禱告 一個禮拜之後沒有發生 你就站著禱告 在一個月後你就坐著禱告 兩個月之後你躺著禱告 甚至於你不禱告 然後用一段經文 時候未到 或者另外一個大家喜歡用 萬事互相效力 大家都很會解釋生氣 對不對 叫誰 愛神的得益處 大家都會這樣做 可是這個婦人不是 我 不是說她一開始是讚 我是說她的回應 她沒有受傷 她直接跪下來 而且不但跪下來 她拜耶穌 為什麼她會這樣做 她稱呼耶穌是誰 主 舊約創世紀 亞伯拉罕稱呼耶和華為什麼 主啊 主是怎麼樣的主 當上帝對他說我要毀滅 那城的時候 亞伯拉罕說了一句話 行公義的主 全地的主 懂嗎 這個婦人 她指的這個主 就是 她對耶穌的認識 不只是 我不能講不只是律法 是正確到一個地步 她知道耶穌是創造天地的主 只有創造天地的主 能夠幫助她的女兒 這個認知跟我們常常有不一樣 我們把主當成是某一種的主 可是我們沒有把主 當成他應該有的身份 所以這也是今天我這個主題 我們很多時候沒有把主 放在他 也不能講放 我們沒有敬畏主 在他值得敬畏的地方 聖經也告訴我們 我們是要敬畏上帝的 我們在這顯示 在這裡我們就看到 門徒們跟誰 婦人 有律法的 不認識主 沒有律法的 知道他是創造天地的主 這就是我們要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覺得有些傳道 解經家 牧師特別明白聖經 可是不一定 我聽過一個牧師講一個例子 這個是在中國大陸發生的 他去到中國大陸 教導當地人 什麼是福音 他講完了之後 有一個人來跟他講 你講得很好 不過你沒有實戰經驗 你是理論 其實這個牧師也受過很多苦 可是這牧師很謙卑 好 下一 他就問他 你可不可以讓我講 牧師講 下一堂就給你講 做見證 這一個人 是一個男士 是一位老師 他小的時候 他爸爸去世 他媽媽就很痛恨這個孩子 每天虐待他 但他有一個姐姐很聰明 他姐姐 唯一的就是努力讀書 將來把弟弟帶出來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母親 是有精神的問題的 可是 有一天 他姐姐考完高中的時候 成績很好 忽然間 從學校拿陳金正回來 就發瘋了 那這個孩子的希望就沒有了 因為他小時候曾經還跟他的弟弟講 你一定要離開 不然你會被打死 可是 他的弟弟沒有離開 他的希望就在姐姐身上 十幾歲的時候 他等不到 結果有一天發生什麼事 有一天有兩個傳福音的女孩子 所以女孩子傳福音 男孩子傳福音都很重要 就跟這個媽媽傳福音 而媽媽信了 那這個小孩也十幾歲 他覺得三個神經病 因為媽媽有問題才會信 可是媽媽信了以後 精神開始正常了 慢慢好了 而最奇妙的是 一年之後 姐姐換肩 有一天也好了 而姐姐告訴他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一年內 我好像 就是有一個東西 我就是逃脫不了 她這個 老師 她說 她最幸福的就是 每一天回家 看到媽媽 煮飯 給她吃 我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就是說 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真的明白福音的時候 我們只有真的藏過主恩 我們真的經歷神 你覺得那個媽媽很懂聖經嗎 沒有 你覺得她的孩子那個時候是 看到媽媽的改變 她去追求嗎 我不知道 可是重點是她看到 很多時候 我們真的要憑心情來看耶穌 那在猶太人眼中 那耶穌再一次 耶穌再一次 更顯示出 他的 他的綱領 我可以用綱領 可是解釋我講 這到底是不是綱領 26節 耶穌怎麼說 他回答說 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 這句話是對誰說的 婦人 這一次是婦人 婦人請記得 剛才是對門徒 這個是婦人 不要忘記 好像還不夠 踩你一腳不夠 踩第二腳 現在我幫你叫狗了 你要怎麼辦 狗啊 外邦人 你覺得這個婦人知不知道 在猶太人眼中 他們都是狗 而且不是正常的狗 是野狗 無家可貴的狗 狗是很兇的 不要覺得狗都很可愛 OK 你們去 我知道香港有些山上面 很多野狗 你半夜去看一下 明天我們就可以去找你了 找骨頭 懂嗎 狗 他們指的狗是野狗 不是你那種迷你狗 九千塊一隻 永遠長不大 不是那種狗 在猶太人眼中 所有沒有受隔離的就是狗 那你說門徒們聽到這句話 贊不贊成 第一次已經贊成了 我們是迷失的羊 第二次贊不贊成 更加贊成耶穌 你真的是上帝的兒子啊 你講的都對啊 那下一句怎麼樣 該踢他出去了吧 對不對 還沒有 原文的這裡的狗 解經家說 這個狗不是野狗 是寵物狗 可愛的狗 你懂有人怎麼愛狗嗎 有沒有家裡有養狗的 在台灣有人愛狗到什麼地步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差點沒有暈倒 弟弟來 兒子來 爸爸帶你去吃飯 爸爸在哪裡 你是狗啊 狗爸 我不能講話 姐姐 姐姐是孩子 姐姐帶你 狗 狗變成人了 這 這簡直超給我的認知 就說外國人愛狗 我也沒聽過外國人把狗稱呼狗啊 而且你千萬不要 不把它當成狗啊 那個家人會跟你翻臉的啊 你不要 可是我跟你講 這都是假象 你試試看今天沒有食物的時候 他會不會丟掉那隻狗 你沒有錢的時候 第一個丟掉的就是那隻狗 養狗很貴的啊 那耶穌為什麼用狗 那好啦我姑且解釋這個是很可愛的狗 為什麼要用 為什麼不用羊 因為剛才講以色列的羊嘛 就講你們是三羊就好了嘛 沒有那麼難過嘛 至少羊嘛 三羊還是羊啊 只是不得救的羊嘛 不然用什麼 我最喜歡的比喻 熊貓 最可愛的動物 我不是因為現在香港 我從以前我太太知道 我說我最羨慕就是熊貓 你怎麼做都是對的 你發脾氣好可愛 你放屁好可愛 你大便好可愛 你咬人好可愛 對不對 只要是他做的都是可愛的 豬呢 罵人用的 愚蠢的人 就是豬 另外一個什麼 如果豬的肉不好吃你罵他呢 他給你吃你還罵他呢 這隻豬很懶惰 脂肪太多 瘦肉不夠 比例不夠 買叉燒飯的時候 要錢 還要錢 三豬 你看豬怎麼可憐 那為什麼 我現在講這個什麼意思 所以當耶穌用狗的時候 沒有人會 我想說是 就算是小狗 我也很難幫耶穌辯解 我剛才已經講了歸正福音 就是要接受嘛 你不能夠美化耶穌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在這裡我們就要理解 狗就是狗 不用美化他 那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把比喻改一下 如果我們用野狗呢 是不是更大對比 當然不會了 神經病才會把孩子跟野狗放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不成立的 耶穌必定要用小狗 所以我不要在這邊講 因為耶穌為了要表現出 祂還是有一點愛心 不是的 狗就是狗 也不需要講說野狗 當然是 可是這個是過度解讀 那婦人怎麼回應呢 請讀 主啊 不錯 但是狗也吃他 把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睡渣兒 我想請問各位 我剛才是不是沒有讀幾節的經文 我為什麼要故意 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當時我們不知道 耶穌的口氣是怎麼樣 從二十五節到第二十七節 耶穌的態度你不知道 很重要 耶穌跟這個婦人之間 是有一個互相的了解 耶穌知道這個婦人知道 她是誰 這個婦人知道 耶穌知道 她是認識耶穌的 他們中間的對話是親密的 是被造的人 與創造他的主 中間的一個連結 不是像我們以為是一段 充滿衝突辯論的對話 我們要知道 這裡是耶穌 用著這些話語來展現出他的愛 那你說為什麼要用狗呢 如果不用狗 我們今天會有這一段經文嗎 這個故事就結束了嗎 為什麼要解釋這麼久 我花一個鐘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對比 讓我們看到 這位婦人 不在乎耶穌稱呼她是狗 重點不是在這個狗 重點是在於 她無論耶穌稱呼她為什麼 她都接受 你們要明白 而她接受的目的 她為什麼會接受 不是為了女兒 因為她明白 耶穌給的都是好的 睡渣是好的 恩典就是好的 一點的恩典就夠了 不用貪心 今天我們很多時候會貪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認識恩典 我們相信耶穌之後 我們要什麼 發財 萬事順利 出去不會車禍 在家裡 不會跟丈夫妻子吵架 上班 同事愛你 老闆欣賞你 這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恩典 不是耶穌的一點點 我們要的是 還不夠啊耶穌 你忘記了 你是創造天地的主 這樣子吝嗇了 這個婦人沒有這樣子 她只要耶穌的一點點 她不是要再跟耶穌辯論 她也不是要告訴耶穌 我身在這裡不是我的錯 我的家庭背景不是我的錯 好像剛才我講的那個老師 她只是要說 你怎麼樣我都接受 因為烏鬼在我的女兒身上 只有你能夠 這叫做信心 而她這個信心 不是因為律法來的 不是因為她讀過聖經 我不能知道她有沒有 可是應該沒有那個說 讀過旧約 可是她只是相信耶穌 很多時候我們聽到福音 我們第一個態度是拒絕 哪有這樣好的事 我們不相信上帝 因為好事不是 可是上帝的恩典大家都很想要 可是上帝大家都不要 聖經告訴我們 在馬太福音五章第八節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怎麼樣 必得見神 清心 八福裡面得見神是清心 什麼叫清心 像這個婦人 我來到你面前 我就是要你 因為我知道你是誰 一點就是這樣一點 多了是你的恩典 可是夠了 我不要跟你搶求 我們 弟兄姊妹們 我們要知道 作為基督徒 你沒有權利 你只有義務 你甚至不是有義務 你只有責任 活出你的生命 你沒有權利去要求你隔壁旁邊 家裡任何一個人 你不能說 因為你是基督徒 你就要做這件事 先活出你的身份 別人才能夠看見耶穌 因為當你要求別人的時候 別人也會要求你 而很多時候 我們對別人的要求 是多於我們應當的 作為婦人 她沒有行為 我已經講了她的背景 不可能有行為 她也沒有順序 她絕對不是以色列人 她沒有身份 可是她有的是什麼 明白耶穌 讓我們真的都知道 認識耶穌只是恩典 她不要在乎耶穌 你講我是狗 你講我是蟲 你講什麼都不要緊 我想請問 我剛才這樣講了之後 你看到耶穌的良善 還是看到她的苛刻 你如果真的明白 你會知道 耶穌是藉著這件事情 帶出這個婦人的信心 當然在我們不懂的人來說 我們可能會不明白 可是這位婦人 她完全明白 這個時候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很難去解釋一些事情 可是當你跟上帝 有正確的關係的時候 那種甜蜜 是無法形容的 可是不要錯誤的 覺得自己跟上帝有特別的管道 好嗎 再一次想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們 你的信心取決於你的心 你的心決定了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就決定了你怎麼看福音 所以我的題目想耶穌的福音 你怎麼看耶穌 你就怎麼認識他的福音 這很重要 你的心不正 你看耶穌會錯 你看耶穌錯 你的教導就錯 你告訴別人的就錯 大家要小心 不要以為你在行善 你在傳福音 剛才經文說了 蝦子領蝦子 兩人一起掉落什麼 滅亡 懂嗎 所以再一次的弟兄姐妹們 我們今天聽到這一段話之後 你會不會再把重點放在狗 你放在你自己 你對耶穌的信心是怎麼樣 你是強求 還是像有一位弟兄說的勒索 我永遠記得他告訴我這兩個字 情感勒索 我禱告三個小時 祝福三十倍 是這樣嗎 不是 你要知道 耶穌的恩典都是好的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 耶穌都是好的 難不難 難 我沒有告訴你 就告訴一個受痛苦的人 耶穌愛你 一定度過 主人力強在 要鋼強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有同理心 幫他禱告 愛他 為什麼 因為想到 你本是不配的 當你真的知道你的不配的時候 你就能夠正確的看到耶穌 學習什麼 不要像法利塞的 不要像文士 要讀經 要禱告 要聽到 可是 你的心為什麼 只有你自己知道 今天的回音詩歌 照我本相 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這個是 葛培里牧師 他在他的步道會 最後的時候 都會用這首詩歌 做回音詩歌 那 這個故事 這個詩歌有一個背景 我特別想要使用 這個 這個婦女是生長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家裡都是牧師 他32歲的時候生了重病 臥床不起 他 怎麼樣 怨天 有人 有一天有一位牧師來探訪他 這個牧師 聽完了他的抱怨之後 只是問他一句話 你認識耶穌嗎 你說 這個婦人合理的 合理的反應會是什麼 是啊 我不認識耶穌 我剛才已經講了 那不是正常人 正常人 不能夠這樣子 所以不要隨便亂 牧師的只是要讓他明白 這位婦人很生氣 趕他走 他說這是我跟上帝的事 而是聖靈光照他 之後他再請這位 牧師回來 這位牧師告訴他 他問這位牧師 我要怎麼樣能夠來到耶穌面前 認識神 馬蘭牧師 River Merlin告訴他 照我本下 Just as I am 來到耶穌的面前 謙卑 順服 看耶穌 哪怕你有什麼成就 千萬不要帶到耶穌面前 因為耶穌抵擋什麼 驕傲的人 他可能認憑你 可能管教你 重點是 你最後能夠認識耶穌 可是為什麼要這麼傻呢 耶穌沒有叫你一定要背那種十字架嗎 那我現在請東弟兄 幫我們 等一下幫我們先 等一下再請Augustin弟兄奉獻 我想請大家先聽一次這詩詩歌 看每一個字 它有英文跟中文 思想 五節之後 我們再請Augustin弟兄上來 為我們 做接下來的事奉 請先來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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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